好 我們先請合掌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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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身為妙法 無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玉 百千萬劫難道義 我今見聞得受慈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解如來真實義 願解如來真實義 各位法師各位句大家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們看課本七十二頁 到這裡 七十三頁 第六頁 是嗎 不是 講到 第十頁 第九頁 講到七十六頁 在這裡 第十頁 第十頁 好 第十頁 對 我們來看 好 我們來看 好 這個運相應 全部都是在講五運的 那就是怎麼觀察五運身心 其實都是這樣 那麼 反覆的講 並不是佛陀反覆的講 而是佛陀在不同的場合 不同的時間 對不同的比丘 那麼這樣講 那有的講細一點 有的就講概略性的講 那這些後來都被結集起來 就變成 然後編排 就變成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 好 我們等一下看 他說 有這麼一天 那佛在齊遠今色 那麼世尊跟這些比丘講 於色愛惜者 他說 於色愛惜者 則於苦愛惜 於苦愛惜者 則於苦不得解脫 那這裡很簡單的 就是我們說到 所謂禍業苦這樣的一個連結 類似像這樣 起禍照月受苦 那麼因苦又起禍又照月受苦 類似像這樣 那這裡 這裡重點的三點 就是 有愛 就有苦 有苦 就不能得解脫 那其實就是說 他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為什麼 會淪迴 解脫就是跟生死相對來說的 那生死 不斷的生死就是淪迴 所以解脫生死 那跟這個輪迴受苦 那這個是相對來講 那你不能解脫就是你會一直生死輪迴 那麼生死輪迴裡面一定有苦 那我們為什麼 為什麼要解脫 因為我們不想一直受苦 因為我們不想一直受苦 其實簡單講就是這樣 所以 釋迦牟尼佛曾經講 為什麼世間有佛 因為世間有老病死 如果世間沒有老病死 不需要佛 也不用佛 也不會有佛出現 佛的出現 就是要解決老病死 那麼老病死有什麼恐怖呢 老病死不恐怖 實際上從佛法來講 老病死不恐怖 但是 一直不斷的老病死 這個就很恐怖 其實是這樣 如果你生病不恐怖 但是你一直生病 病不會好 那這個就很恐怖 是不是 有病不恐怖 但是有病不會好 而且一直生病 這個就很恐怖了 那我們基本上 並不是不怕老病死 不怕 為什麼 如果這一次老病死 下一次就不老病死了 我有什麼好害怕的 對不對 所以真的出國二國三國 甚至阿羅漢的人也會死 因為他的肉身還在 他也會死 他也有老病死 但是他怕不怕 他不怕 為什麼 因為這是最後一生 我們以後不會再受苦 他會怕嗎 他不但不會怕 而且他很歡喜 終於要擺脫這個夜報生 他會因為老病死而害怕嗎 不會 所以恐怖的不是老病死 痛苦的不是 痛苦不是最大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是 我會一直不斷重複的受苦 有時候苦多一點 有時候苦少一點 不是這種苦 就是那種苦 不是這個時候受苦 就是那個時候受苦 這種在折磨人 而且還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受什麼樣的苦 這個也很折磨人 是不是 所以要解決 其實我們為什麼要離苦 為什麼要解脫 不解脫不行嗎 行啊 只是你要長期的被折磨 生死輪迴的折磨 我們做人已經算是善道 六道裡面的兩善道 最好的兩個了 我們都覺得受不了了 是不是 真的 那當然升天就好一點 但升天的機率不多 那不小心掉到善熱道 那就苦上加苦了 那 要怎麼辦 解決啊 要怎麼解決 現在在講這個問題 那佛法其實 我們說它是超現實 就是它是 也不是超現實 它是現實的 就是 面對現實人間 解決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 佛法是在解決 我們生命中的問題 而且是要做一次 徹底的解決 我們不要把佛法 當成是一種宗教 一種哲學 因為大部分的宗教 都是期待神的保佑 那麼也許跟你的生活 沒什麼關係 就是你有閒的時候 有空的時候 有錢的時候 有利的時候 那麼做一些可以讓自己 安心的東西 佛法不是這樣 佛法是 你有苦的時候 你真誠地面對你的苦 那麼 想辦法 用正確的方法去解決它 那麼你 你這個觀念如果有 你不管讀什麼經 你都會回歸到你的生命來 他在教我 怎麼樣過生活 他在教我怎麼樣沒有負擔的過生活 他在教我未來怎麼樣 可以不受苦的生活 佛法其實只是這樣 那我們也許因為 受到這個宗教的束縛 或是受到這個哲學 就是這些教理的限制 那麼有時候把佛法偏離了我們生命 就是生活是另外一回事 修行是另外一回事 那麼修行 只是期待未來有更好的生命 現在我們現在這個生命的苦 我現在的修行沒辦法解決 我們現在的煩惱沒辦法解決 我們只能期待到一個好的世界 過一種好的生活 那麼在佛 也許是阿彌陀佛 也許是要師佛 的願力底下 我們可以超脫一切的苦 我告訴你 佛法不是這樣講的 佛法首先你要真誠 面對你本身的問題 每一個人的生命 都有他自己的問題 但是不管是哪一種生命 所面對的問題 他的基本結構 就是他的苦的苦有不一樣 頭痛 牙齒痛 喪失親人的痛 兒女不孝的痛 反正種種一大堆 我們把它歸類叫做 怨政會愛別禮求不得 然後老病死 其實這是我們的歸類 那就是 但是這一些所有的苦 都是有一個特點 就是沒有人願意 一直能受這種苦 那所以 你必須要解決 那解決 這是你 你一定要知道 所謂業果有一個原理 就是自作自受 那麼自己造作的 是你自己承受的東西 你現在所受的苦是 只有你知道 別人也許聽你講 也許看你很苦 但是還是你在受苦 那麼這個你必須要自己知道 你知道這個做什麼 既然是你自己造的 只有你自己能處 解靈還虛 細靈忍 你怎麼綁的 你就怎麼把它解掉 所以你必須去研究 你當時是怎麼綁這個結的 你當時是怎麼樣 才會導致現在受這個苦的 那佛法 從根本上去釐清 這個就叫做四地 這個就叫做四地 苦 疾 滅 道 那苦 是一種現象 是一種不好的現象 是一種我們不願意 不願意一直承受的 狀態 叫做苦 是我們不想面對 又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我們不想承受 又不能不承受的痛 好 既然這樣 你必須解決它 就是滅 你等一下看這個經 它就是告訴你這個 其實它就是告訴你這個意思 你必須要滅掉這個苦 而且你如果不採取行動 你不下定決心 你不採取行動 這個苦 不可能滅 不管你的師父是釋迦牟尼佛 你的爸爸是阿彌陀佛 你的媽媽是觀世音菩薩 我告訴你 沒辦法就是沒辦法 沒辦法 那這個是很現實的問題 我以前剛要出家的時候 我媽媽很捨不得 我就告訴她 我再怎麼孝順 當你生病的時候 我也只能在旁邊陪伴你 躺在醫院的那個是你 受痛苦的那個也是你 我最孝順就是 我請最好的醫生給你最好的藥 讓你做最好的病法 但是你還是要受痛苦 我一點都幫不上忙 所以你必須自己 要怎麼樣 要念佛要修行 真的是這樣阿 我再怎麼孝順 我再怎麼不願意 我再怎麼很希望替你受苦 也沒辦法 我只能在旁邊 不斷地安慰你 但是你想想 痛的時候你還是痛 醫生幫不了你 我也幫不了你 所以 那怎麼辦 你必須要自己解決 那我們提供你方法 佛陀其實也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他提供我們的方法 告訴我們 醫生也只是告訴我們 你要怎麼樣做 以後才不會再生這個病 你要做阿 那現在其實 現在佛陀告訴你的就是這樣 但是他是簡單講 越後面就講越詳細 因為對不同的人 有的簡單講就知道了 有的要講到很詳細 就好像暴露一樣了 你要去最近的一家 你就右轉出去 馬路一直走就到了 簡單講就這樣 那有些沒有要講清楚 你要走 走到哪裡看到什麼 走幾百公尺往右邊 然後再走去 你看這一條小路 然後再往走 再走幾百公尺 看到有什麼在旁邊不久 要講得很詳細 那這個就每個人不一樣 因為你如果在這邊熟悉的 你已經熟悉這個環境 你直接講在右邊那邊轉出去 那就知道了 這幾句話而已 那如果不熟悉的 外地來的 你就要講得很清楚 因為一條小路你覺得 沒有什麼 對他來講他也會走錯 好 那前面這些都是很簡單的 你看 那個都是什麼 對很熟悉的人講的 那如果我們不熟悉 我們就要把他熟悉 那麼後面 你看到最後面 再環過來看前面 你就會比較熟悉了 你就知道 為什麼只是這樣講 那我們現在就解釋多一點了 那這裡就講個 愛 這個是愛是根本 我們講 這裡有三個嘛 三個主要名詞 一個就是解脫嘛 那一個就是苦嘛 一個就是愛嘛 那這三個是有什麼 有連結的 你為什麼會有解脫 不得解脫就是生死輪迴啦 一直在生死輪迴 那生死輪迴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在生死輪迴中會受苦嘛 這我們有說過嘛 我們再寫一下 佛陀 佛陀第一點都是 讓我們看清楚 我們現在是什麼 那如果從友情來講 他讓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是人 是南岩伏體的人 有什麼特點 為什麼會成為人 他這一點就讓你知道 那人是什麼 南岩伏體的眾生 娑婆世界是什麼 你為什麼在這個索伯世界 他有些什麼 他有些什麼相貌 有些什麼特性 有些什麼特質 他告訴你這個喔 比如說 所有的友情裡面有六道 六道裡面 天跟人是比較好的 但是人 人是有什麼特性 人又有分幾類 南岩伏體 北聚如洲 犀牛賀洲 東聖神洲 那我們是在哪一類的人裡面 為什麼要這樣跟你講 先認清楚 你自己在什麼狀態 好 那現在也是一樣啊 那你現在是在生死輪迴的狀態 有情都有生死 有情都有生死 比如說 我們現在重點就是 生死輪迴的問題 生死輪迴是因為不斷的受苦 持續不斷的受苦 他的間隔有時候長一點 有時候短一點 但是他的特性就是不斷的受苦 持續不斷的受苦 中間也許隔個一年 也許隔個一個月 像地獄的話 無間地獄沒有間隔 持續沒有間隔的受苦 小地獄就稍微有一點點間隔 那到了畜生到 那麼軌道 那個間隔又比較大一點點 到人道又大一點點 到天道又大一點點 無色戒天 八萬大戒才受一次苦 但是還是苦 而且他從無色戒下來之後 不能再上無色戒 又在人間這樣 其實是這樣 所以他重點是不斷受苦 好 那重點是因為這個不斷受苦 那就要找出這個原因 受苦的原因 現在這個是我們生命的狀態 生命的形態是這樣 我們現在的狀態都是這樣 只要 只要你沒有 正阿羅漢 你就會有這種生死輪返的狀態 即使三國勝者都有 只是他只有一次 他看到邊了 他已經看到邊了 出國二國三國都可以看到邊 還沒到 但快到了 決定會到 那我們是還沒到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到 茫茫沒有日期 重點在這樣 好 所以你必須找到受苦的原因 那現在告訴你 受苦的原因是什麼 受苦的原因是什麼 如果 愛喜 沒有錯 對什麼愛喜 對什麼愛喜 對五韻愛喜 就是對這個身心 對身心的貪戀跟子群 對我的貪愛跟子群 這個是重在愛 那有的重在無名 有時候講無名 佛陀有時候講無名 有時候講愛 貪愛 有時候無名貪愛一起講 所以你後面看 就會慢慢看到這種狀態 好 但是 愛喜一定是伴隨著無名 我愛 一定是有我之才會產生我愛嗎 沒有我之哪來的我愛 一樣啊 那 所以一定有我之才有我愛 那有我之一定會產生我愛 所以這兩個 這兩個 這兩個 沒有哪一個比較鮮 哪一個比較厚 也沒有哪一個比較輕 哪一個比較重 這兩個的煩惱 它是一體的兩面 好像一枚硬幣的正面反面 翻過來是這一面 翻過來是這一面 所以 但是它現在從愛喜講 那麼 這個看起來是簡單 但是實際上 它就是先告訴你 你的問題的癥結在哪裡 它只是告訴你 你生死的根本是什麼 你不能解脫的癥結是什麼 那當然這是簡單講 一個愛喜而已 那就是貪愛 那從佛法來講 貪愛是生死 三界輪迴的根本 你輪迴在欲界 就有欲貪 你有色貪 你就輪迴在色界 你有無色貪 你就輪迴在無色界 你不斷貪 你就出不了三界 那這個叫做貪愛 有時候叫 因為它的翻譯不一樣 其實就是愛喜 那愛喜 它肯定是對你的身心 那這個五韻是就我們人來收的 其他的眾生不一定有五韻 無色界的眾生 也不一定 那六根五韻六根 六根也是對人說的 其他的眾生不一定有六根 不一定有 到色界就沒有鼻根跟蛇根 沒有啦 他們不會聞到味道 也不會聞 也不會嚐到這個 他們不是斷食的嗎 所以佛法是針對友情說的 有情中是針對人說的 人當中是針對我們說的 那這個一定要先抓對 要不然你會把佛法 佛法是救度一切眾生沒有錯 但是這個佛法是針對我們說的 那五韻六處都是我們現在的身心狀態 講這些煩惱講你的問題 這個都是針對我們現在的問題說的 所以就好像你要 你要造一輛汽車你要針對這個氣候 你如果在這裡 你要針對的就是不要讓它過熱 要有冷卻系統 如果你在歐洲 你要防止它結凍 因為它在那邊下雪嘛 你就不是要有冷 重點不是冷卻系統 重點是防止它結凍 要有加熱系統就不一樣了 佛法也是這樣 針對我們人說的佛法 就依於我們現在的狀態 我們這個世界人有的特質 然後來告訴你 你的問題在哪裡 你要運用什麼樣的方法 來解決你的問題 要解決到什麼樣的程度 你的問題才會解決 你才能真正高枕無憂 才能出輪迴 它是告訴你這樣 我們之所以不能解脫 是因為我們沒有真正去學習解脫的方法 那因為沒有學習解脫的方法 導致於很多人不能解脫 就誤會其實我們現在是不能解脫的 那麼其實這個就是 將錯就錯 以而傳而 導致於佛法 後來慢慢變成現在是末法 怎麼修行都不能得解脫 那其實是一個錯誤 那它現在告訴你 你生死輪迴就是不得解脫嗎 不得解脫就是一直生死輪迴嗎 是因為 你有苦 你就會受苦 你只要有生死你就會受苦 這個我們要講 就是有情 有情中的人 有情有六道啊 有三界六道 但是重點是對人講的 不是對鬼 不是對天 不是對動物 就是對人講的 可是我們現在已經習慣了 覺得誦經就有力量 你們家的貓家的狗 你也給牠送心經 叫牠 然後再跟牠送金剛 你給牠送地藏經 反正很多人變成是這樣 那其實它是針對我們 在解決我們的問題的 那你去思考牠的道理 然後知道問題的真解 那麼解開那個索 那麼這個有情它有生 有死 那麼輪迴就是生死死生 生死死而再生生而再死 那麼這個生也許是人 也許是 那麼在生死而再生也許是鬼 也許是畜生也許是天 不一定 所以就六道這樣轉來轉去 在生死當中 在生跟死當中 就有結構上的問題 有老 有病 生理上的問題 那麼有人情上的問題 人事上人情上的問題 怨政會愛別禮求不得 有怨政會跟愛別禮 這個是生命中本身的問題 就是生老病死 這個是我們在這個人跟人之間 互動的人情關係中 會有怨政會愛別禮 那麼生活上會有一種 就是求不得的問題 不得溫飽不得什麼 就是生活上的問題 那麼本身就有這些生老病死 怨政會愛別禮求不得 那不斷的交織 有時候一種 有時候兩種 有時候同時三四種 全部都在一起 有時候接著來 有時候一起來 有時候斷斷續續的來 我們生命中一直在這樣 一直在這樣 好 那麼你如果覺得 我不想再這樣 而且現在這個狀態還算好的 我們在人 這種苦沒有那麼強 而且 就是我們現在的狀態 剛好在人算是比較好 但是現在的狀態是人當中 算是比較不好的那個階段 為什麼 比較好是八萬四千歲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是比較好的 那個時候的忍的狀態是比較好 那現在的狀態是在一百歲 不到一百歲的狀態了 山災巴爛特別多 就是山災啦 水災火災風災 激景疾病 就飢荒啦 疾病戰爭 特別多 那麼這種就是你生命 你又怕 你又怕活不長 活不好 但實際上你活著又一直受苦 那你不活著 那麼你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所以最後有這種 生命中極為矛盾的現象 我又想好好活著 但是我活著就感覺一直在受苦 就會變成是這樣 所以產生一種 那麼我該何去何醜 我該怎麼辦 其實很多人會有這種 這種想法 那現在佛陀提出一個解決的方案 就是說因為這些苦 這些我們叫做苦嘛 那這些苦都是因為 我們簡單的講叫做五韻赤聖 所以問題來了 問題就在這裡 五韻赤聖就是五韻像火一樣在燒 那就是生滅無常 生滅無常 有生有滅嗎 所有一切法都有四項 叫做生住意滅 生就是本來沒有 現在有 滅就是本來有 現在沒有 過去沒有現在有叫生 現在有後來沒有 未來沒有那就叫做滅 生跟滅當中有住跟義 一個現象升起了 持續了 開始轉變了 便沒有了 那生命也是這樣 我們的心也是這樣 我們的身體也是這樣 都有這些現象 那麼這些現象 才是苦的來源 所以有時候會講 無常故苦 它會不斷的轉變 隨著你的因緣 隨著你的業力 隨著你的信念 它不斷的轉變 但是不敢怎麼轉 不管怎麼轉 它都一定是苦 因為苦苦 壞苦 辛苦 最終因為無常 它一定會變壞 所以你一定會失去 你一定會受苦 一定會面臨老病死 不能不滅 不能不面臨老病死 你有能力可以延續 延後 只能這樣 你有神通 你可以把壽命延後 延後死 可以 祝壽一劫 或一劫有餘 你可以延後 但是也不能不死 不能不苦 釋迦摩尼佛 一樣 有這個夜報生 就要受苦 但是 好 生命能為是我們現在 既有的現象 這種現象 它一定會受苦 這個都是決定的喔 現在我們就是輪迴 那麼 輪迴它就一定要受苦 沒有不苦的 沒有不苦的輪迴 好 那麼重點 這個我們先認清楚了 先認清楚了 重點 那為什麼會受苦 所以我常常講 佛法只講兩件事 我們為何會受苦 我們如何不受苦 就講這兩件事嘛 我們為何會受苦 找出原因 這個就是疾 苦疾的疾 那麼我們如何不受苦 就是到 找出的原因 不受苦的原因就是到 用這個正確的方法 解決了 不再受苦了 那個就是滅 其實是苦疾滅到啊 好 那這種其實很好用 我們 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面 小小的事一樣 因為兒子 因為公婆 因為先生 因為太太 因為鄰居 我們也不斷在受種種的苦啊 自己的身心受苦 父母生病 也煎熬 然後講又講不聽 然後醫又醫不好 因為 絕對你在他心上啊 那我告訴他 不要這樣 他偏要這樣 結果 生了病 還不是我要來照顧他 那我照顧他 我也累啊 但是講又講不聽 又不聽我的話 反正 我們很多這種事啊 那兒子 先生 太太 我們一直在面臨 種種種種的問題 但是 因為 我們不會用這種方法去解決 我們最多就是 你要聽我的話 你不聽我的話 那 你就沒辦法啦 可是 你要知道 他要聽你的話 那 這中間就是 你都 第一個你的話 是不是正確的 第二個 你的話他聽得進去 聽不進去 然後聽進去的 也沒有照你這樣做 那麼 這中間其實 也非常錯綜複雜的因緣 那你都要把 一一的原因找出來 第一個 我認為 你要這樣做 你才能離苦 你不苦 我也跟著你不苦 你苦我也跟著你苦 好 那 但是 因為你已經發現到他的 他的苦 狀態 然後他苦的原因是這樣 離苦的方法是這樣 現在有一個新的苦 我叫他這樣做 他不這樣做 所以 你沒有再運用第二次 苦即滅到的方法 你一定要這樣做 強迫他這樣做 可是他不這樣做 你就生苦了 所以 你還要看到 為什麼 我叫他這樣做 他不要這樣做 那 他也是一種苦啊 那麼 你還要再去強調這種原因 就是還要去找出這種原因 這個小孩子應該去上學 他不去上學 你覺得他懶惰 你覺得 你覺得一定要讓他上學 打他 罵他讓他去上學 結果他就逃學 那你要找出他不上學的原因 而不只是告訴他 你不上學 你以後會 怎樣 怎樣 那你就直接認定 他不上學就懶惰 不是 那麼這樣我們會發現 日常生活裡面 這個是個人的問題不一樣 但是不管什麼問題 你都是這樣去思維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 你說這跟我生死輪迴 有什麼關係 因為你的思想 決定你的行為 你 你會運用這個方法 去解決你生活中的小問題 久而久之 你這個習慣就會去面對你生命的問題 你也是這樣的方法 如果 如果你跟我講 我一隻手可以提起一百公斤 但是 現在這隻筆 都沒有五公克 你提不起來 你跟我講 你可以解決生死煩惱的苦 現在這一點點小煩惱 你都沒辦法解決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 當你有這種思想 面對任何一種苦 因為 生死輪迴的苦 生死輪迴的苦 就是由這一些 變為愛別禮求不得 種種的苦 攪起來的 形成一個非常堅韌 長不斷的一個 一個 一個束縛 所以你現在必須 一條絲一條絲解掉 解跳一條絲解跳一條絲 後來你這種習慣 所有的苦在你的內心都不會流存 就是你面對種種的苦 生活上的 也許是鄰居 也許是家裡的 也許是自己的 也許是公司的 也許是菜市場 那個賣 賣魚的 賣肉的 反正種種一大堆 那麼有些苦 不是你能解決的 有些苦不是你能解決的 有一些苦不是現在可以解決的 因為這個都是你必須要用苦及滅道的道理去看清楚 你才知道這種苦不是我一個人可以解決的 那麼這種苦不是我現在就能解決的 這種苦不是我可以 我這一輩子都沒辦法解決它的 那麼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看到那個苦的結構了 現在其實佛陀告訴我們就是 讓我們有這樣的智慧 讓你看到苦的結構的根本是什麼 執著無韻 好 那我們把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比較大 我們把這個問題縮小 縮小到 你現在在你的生命裡面 面臨什麼樣的問題 也許是健康的問題 也許是跟同事跟同學 跟兄弟姐妹跟父母親跟公婆 跟先生跟太太都有 那麼你也許都有面臨問題 好你怎麼解決 你怎麼看待這個苦 你怎麼解決這個苦 那麼這個其實很重要 因為當一個人有這樣的思想 他就會用他的思想去解決他所有的問題 那麼一部分他的問題如果解決了 他就漸漸漸漸的越來越有智慧 那如果他的問題沒解決 他的煩惱就越來越重 你帶著這麼重的煩惱 這麼沒有智慧的心 怎麼解決生死輪迴這種苦 所以你再怎麼看 因為你不會 你不會關照 你不會看待你苦 不會很如實的看待苦 所以後面的經驗常常告訴你 要如實觀 要如理作義 就是你要如其事實的去看待這個現象 不要加入任何的感情因素 你只是很忠實的看待 苦是什麼 那麼為什麼會受苦 要怎麼樣用什麼方法去解決它 解決到什麼程度 就把煩惱斷進 把苦完全不受苦了 這個過程 這個線就是你那個像 你那個像跟那個信 那個特性那個特質 你都要弄得很清楚 要非常清楚 因為你的不清楚 才導致你問題不能解決 那問題不能解決 你就懷疑佛法 不是解決這種問題的 那麼導致你對佛法也不清楚 因為佛法就是解決 煩惱的方法嘛 那你現在用佛法來解決你的煩惱 解決你的問題 你常常用佛法來解決你的問題 但是解決不了 久而久之 你會有一種觀念 佛法不是來解決這種問題的 那麼我問你 那佛法解決什麼問題 佛法就是解決 你說佛法是解決生死的問題 好 這個是很多人的觀念 那我問你 那生死怎麼來的 生死不過就是由你面對境界的時候 說這邊起一個煩惱 那邊起一個煩惱 這邊又起一個煩惱 那麼這個煩惱造作這個業 那個煩惱造作那個業 這個業成熟了就受爆 才有生死的嗎 不是就是這樣來的嗎 所以你沒有把這個根本看清楚 你會把佛法跟煩惱分開 你總是夢想有一天 我這樣打坐這樣念佛 有一天打一身雷 我的生死就什麼樣就了 我告訴你沒有這種事 你的夢想在坐在菩提樹下 忽然看到流星 你就解脫了 我告訴你沒有這種事 人家釋迦摩尼佛 坐在菩提樹下 那個是之前就這樣 解決 解決 解決到剩下最後一坑線 在忽然之間像閃電這樣 他那個新光明那個刀一砍 這個線斷了就整個斷了 是這樣子 那你沒有 你是這邊加一條線 那邊加一條線 那邊加一條線 那個線越來越出 就是煩惱嘛 越來越出 越來越出 你夢想哪一天有一個人送你一把刀 砍斷就全部斷了 我告訴你沒有這種事 所以你一定要回歸到現實來 很多佛教徒學佛脫離現實 脫離你生命中的現實 不會處理你生命中的煩惱 而只是妄想 哪一天佛加倍放光 你就沒煩惱 我告訴你沒有這種事 你一定要你一定要現實一點 回歸到現實來 從你現在擁有的苦 開始設法去解決 他現在告訴你 你的苦從哪裡來 從你的止取來 你止取這個境界 包括你止取 你一定要聽我的話 你止取 我是為你好 你止取 怎樣 反正你就很多止取 導致於 你所希望的跟你所看到的 不一樣 產生 特別是產生極大的落差 落差越大 痛苦就越大 你的執著越重 你的痛苦就越重 你會發現到事實上是這個樣子 所以 那麼這個愛喜 你說 那我不是愛自己啊 我是愛他 你為什麼愛他 你為什麼一定要他這樣 因為他是你的什麼人 就是這樣嘛 還是跟你有關係啊 釋迦摩尼佛就講啊 這個這個 你看那個樹 那個樹掉下來 你為什麼不擔心 那個樹又不是你的 那個樹又不是你 如果那個樹 上面都是一張一張的鈔票 掉下來你不擔心嗎 會啊 被人家撿去你不擔心嗎 會啊 是不是 所以他基本上 你以為你是為他好 那麼實際上 這個根源還是跟你有關係 好 那當然我們 我們現在只是舉例了 不是說那我們都不要管別人 不是 就是你要有方法 你要先把你內心那一種 直取性拿掉 但是這個不容易喔 這個非常不容易 所以要透過不斷的修煉 不斷的修煉 這裡只是簡單的跟你講 於色愛惜者 則於苦愛惜 你說有人會愛苦的嗎 沒有 沒有一個人愛苦 所有的人都想離苦 但是你會發現一個很詭異的現象 所有的人都想盡辦法讓自己離苦 但大多數的人都是在受苦 那這不是很吊詭的現象嗎 你賺錢 你讀書 你修行 你用盡一切的方法 都是為了讓自己少受一點苦 但是你發現 不管你怎麼努力 你都會受苦 真的 就是這樣 有時候你會發現 更奇怪的是 你越努力 受的苦越多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癥結在哪裡呢 好他現在就告訴你 其實我們不是愛苦 但是當你那個根本沒有去掉的話 你的執著越重 你雖然要離苦 卻恰恰的 這個是一種苦因 反而離不了苦 舉一個例子 這個火你要滅火 但是 你不曉得這個火 其實是油性的火 你拿了水就往火裡潑 結果那個水潑下去 那個油隨著那個火 開始蔓延更大 那就是你本來要滅火的 但是你的 你的方法不對 不但滅不了火 反而助長了火勢 所以 一樣 我們想要離苦 但是 你越愛苦就越重 所以你必須要真正的看到 生命中的苦的根源是什麼 你要不斷不斷 就是要冷靜的 要靜下心來的 去看待我為什麼會受苦 常常要這樣講 我現在受什麼苦 這是第一個 你要了解那個苦相 就好像佛陀都是這樣 先看到現在是什麼狀態 為什麼會有這種狀態 你都要先明白 就算要斷煩惱 都要先知道什麼是煩惱 它是什麼樣的煩惱 然後才去追尋 這個煩惱怎麼來 然後才去研究 用什麼方法可以斷除這個煩惱 然後再進一步 要斷到什麼程度 這個煩惱才徹底斷竊 才不會有後患 它是這樣的過程啊 那這個其實是很實用的東西 如果我們真的學會了 就算你沒有解脫 你這一生也活得自在 我告訴你真的 而且它這一生的自在 這一生這樣的看待事情 就是未來的解脫的因 你未來肯定可以解脫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沒有 不管你研究了多少知識 你背了多少經書 你就是 不斷不斷在念經 不斷在念佛 但是不斷在受苦 那又不斷起煩惱 不斷的起煩惱 造業受苦 你拿它一點辦法都沒有 那我問你 那你念的經跟念的佛 是做什麼用的 止痛劑 純粹只是止痛劑跟安眠藥 讓你好過一點 讓你稍微不痛一點 你吃下止痛劑 也沒有沉忘 吃了這個止痛劑 從今以後不會再痛 沒有嘛對不對 那我們的佛法就變成是這樣 止痛劑好像馬灰一樣 偶爾讓自己興奮一下 忘記痛苦 我告訴你佛法不是這樣子的 它不是止痛劑 不是安眠藥 不是興奮劑 我們現在的佛法有一點點像是這樣 稍微止痛 稍微讓你興奮忘記的痛 稍微讓你安眠 可以睡得著覺 我相信佛會保佑我 看我這麼虔誠 我告訴你不是這樣 你一定要很真實的面對自己的生命狀態 要很如實的看到你的生命狀態 然後要很真誠的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麼我告訴你 你先有這個心態就好 就算你是一直錯誤的 你一定會找到正確的 即使你現在是錯誤的 以你這樣的心態一定會找到正確的 那如果沒有 就算你現在是找到正確的 以後也不保證會正確 因為你的觀念不對啊 對不對 所以你先要養錢這種心態 這個非常重要 我覺得大多數的佛教徒 把佛法當成安眠藥 興奮劑止痛劑 沒有真正的去對症下藥 解決自己生命中的問題 生活上的問題 情感上的痛苦沒有 我們看這個其實 其實一部經其實如果我們只是要解釋 也很簡單啦講一講就過了 但是他其實都映然很深奧的道理 這個只是簡單講叫做略說 那麼有一些人聽不懂 就要有人幫他廣解其意 就是常常佛弟子就 請佛為我略說法義 他聽不懂啊 他也許再去問佛 請佛再為我廣解其意 或是去問阿難 去問舍利佛 佛剛才這樣講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請大德 你讓我跟我廣解其意 讓我聽明白一下 其實是這樣 好 我們在從底下看 所以他這裡講 於色愛惜者 我們說過只要在五欲裡面看到色 後面一定是連著受享行事 那麼只要你執著這個身心境界 身心是跟境界是合在一起的 身心跟境界都是合在一起的 但是他簡單講 其實這裡簡單講 我們不要只是看到他的表面文字而已 他是這樣 他意思是說於色愛惜 這個是根源 於色愛惜 這個愛惜基本上就是貪愛直取 貪愛不同的層次 後面會慢慢講到這種 他有很多不同的形容詞 但是他就是貪愛直取 那麼直取就帶來痛苦 色一定是五欲 色受享行事 他不會只是色 他不會只是色 好 那這個五欲色受享行事 這個受享行這個新手一定是因為 六根面對六成的境界而升起的 一定是根成事 根成 事 這就是這個事 那麼合合 六根六成 眼睛看到這個色法 升起了別 耳朵聽到這個聲音 升起了別 好的聲音不好的聲音 好的態度不好的態度 那麼 產生 讓我們產生 觸對我們的境界 讓我們產生反應的 觸就生受享師 就這個受享師 受享師就受享行 就產生這個新手 產生受享師 那這個就是受享行 所以他雖然只是講到 於色愛惜 那麼一定是講到於受享行事愛惜 那麼這些一定是牽涉到六根對六成 六路觸常對我們的六根六成 常面對六成 升起了別 那麼我們的煩惱就從這裡生出來 我們的執著就從這裡生出來 我們的貪愛就從這裡生出來 我們的無名就從這裡生出來 就算你自己沒有看到的 你自己坐在那邊 也會因為過去 因為未來 因為之前的境界 這個叫法成 一樣會起煩惱 那麼這個不管你起什麼煩惱 這個煩惱一定有一個根本 它叫做愛惜 是這樣 我們先下課 我們先下課